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强伦理道德教育 从幼儿节开始 中国的古人所谓根本教育 根本不教 孩子长大就没有办法教 他养成习惯 中国人是最懂得教育 善于教育 任用教育做到一家活物 教育的根本是什么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中国在古代 儿童教育 根本教育 最重视的 幼儿园第一年 叫什么 叫孝顺父母 决定要遵守 见到爸爸 见到妈妈 要磕头顶礼 从小养成 长大就自然 看到爸爸的时候 他就会磕头 哪有不听话的道理 所以 这个教育 是教你做好人 一生是好人 永远是好人 这个人必定是尊私的重道 敬老师 老师 跟我们一生 关系最大 所以 跟老师的孝敬 跟父母相同 我怎么样孝敬父母 我就怎么样孝敬老师 老师要表演给孩子看 表演上 表演尊私中道 古时候念书人家 挂一张孔子像 老师进到教室 一定是先 各 这个像 拜三文 拜个学生看的 让学生看到老师 能行 三贵 九寇手的大礼 修签 尊私 是教育的大根大牌 老师教的东西 学生才真的 用心听 完全接受 一教奉行 所以 老师是一个学生 成败的关键 他对老师一定要贡献 谁教的 父母教的 父母每天见到老师 像我们见到佛一样 是 顶礼三败 顶礼三败 为什么 养成 老师 学生 尊敬老师 向老师 学习 成为一个 读书 明理的人 所以老师的地位 至高无上 老师 成为尽心 尽力的 教孩子 不教孩子 怎么对得起 父母 丹丹品 每天见义 学三败 就够着 大礼 教孩子 孝顺 父母 尊敬师长 所以尊敬师长 对老师的敬爱 对老师的敬爱 老师做出保养 其心动念 言语造成 都是学生的保养 所以 老师也许 最重要的就是 让学生天天看 习惯成自然 自自然然就成为 好人 圣人 君子 好人的标准上 孔子 孔子称圣人 那么换句话说 中国的教育 是圣贤教育 像你做人 做什么人 做孔子 你像不像个孔子 都有榜样的 都有模型的 孔子 是老师的模型 孔子 是学生的模型 是学生的模型 为你带于想开 于是学生的模型 而是学生的模型 和学生像孔子 一样的 孔子 是我们的保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